而今天国际之间重要的焦点就是外交对峙超过了半个世纪的美国跟古巴 两国领导人在今天宣布双方的关系正常化 接受从冷战时期以来的对立 欧巴马和劳尔卡司出电话热线之后 两国交换囚禁人士 在未来也渴望护设使馆解除对古巴的经运和经济制裁 而两国秘密洽谈复交长达一年 这幕后的功臣是天主教教宗 白宫保护的这个机密也是滴水不漏 欧巴马完成了这项政治的创举 也渴望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美国古巴戏剧性恢复建交 双方即刻展开换球计划 被古巴囚禁五年的美国包商 葛罗斯搭乘专机返乡 两国领导人为长达65年的对峙 画下句点 同一时间各自发表电视演说 欧巴马和劳尔卡斯楚热线通话45分钟 未来两国将互设大使馆 美国也渴望进一步解除 对古巴的禁运和经济制裁 外交破冰的最大幕后功臣是 教宗方济各 通过教廷梵蒂冈以及加拿大协助 古巴和美国展开18个月秘密谈判 教宗和全球领袖都肯定这项突破 哈瓦那街头出现庆祝活动 因为美国解除长达54年的经济制裁 从卡斯楚 甘乃迪1950 60年代的冷战对立 得以画下句点 活化古巴经济包括著名古巴学家输入美国 只不过历史性的外交政策转向 古巴裔的美国民众意见分歧 共和党也有提出抨击 虽然国内有杂音 但跨出这一大步 仍为欧巴马奠定了政治历史地位 记者作文天报道